翠湖2.6億維標控中間人行賄廉署首起訴如千萬元大案法團主席攝收2600萬 明報專訊 沙田翠湖花園高達2.63億元的天價維修引起多番爭議 廉署昨日公布周二以洛漢起訴工程公司前東主優瑞田 涉嫌串謀他人提供4500多萬元賄款 以維標方式取的沙田翠湖花園、崩景花園及土瓜環華麗大廈的顧問及翻新工程合約 乃廉署起訴的手中千萬元維標方式貪污案據悉 被告為俗稱為收老鼠的中間人 涉負責傳統有已投標的工程公司及大廈法團案情指翠湖花園翻新工程總費用的17%是用作賄款 分別提供2600萬元 工程費10%與業主立案法團主席黎國良 1500萬元 工程費6%與新窗管理集團高層梵卓紅 260萬元 工程費1%與物業經理廉署營在調查上述三人 暫未作起訴 被告優稅填則於今日提同4500萬賄款佔工程費17% 分之受賄三人尚在查全港業主犯貪腐反維標大聯盟發言人林卓廷指出 今次是近年首次成功檢控參與維標的一些骨幹人物 相信短期會令維標集團稍稍收斂 促請廉署進一步調查 將釋放人一網打盡 盡快起訴所有釋放者 他又認為 政府過往對維標問題不問不問 近年就少收小補 希望時次檢控可令政府重驗執法 設立大廈維修監管局 統一大廈維修程序 以及提高通過維修表決的門欄新窗管理集團有限公司 作深夜在聯交所發出公告 指向凡暢紅及曾在翠湖花園擔任場地經理的一名僱員查詢 知識他們無備廉署起訴 又指旗下的新窗管理服務有限公司已向翠湖花園提出請辭 並非斑警花園或華麗大廈的物業管理新窗 早前爭多次對外指自己不涉及維標 又會追究任何誹謗及失實言論 昨日的公告未見有類似聲明被告 《供應信令涉量維標》 連署昨日的新聞稿稱 周二樂漢起訴57歲的工程公司前東主優瑞田 控以五行串謀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 涉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及刑事罪行條例 今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應訊 將轉介至區域法院答辯優瑞田被控於2010年至2014年2月期間 與一名顧問公司董事 另一間顧問公司的一名股東及一名翻新工程分判 雙串謀 向翠湖花園的管理公司一名物業經理及一名高層 以及翠湖花園業主立案發團主席 分別提供翻新工程總工程費用的百分之一百分之六及百分之十 即二百六十萬元、一千五百萬元及二千六百萬元 作為提供有關該工程的資料及協助他們取得工程合約的報酬 或涉案高層3月停職新槍中止與翠湖合約新槍管理集團主席 黃英偉作接受電話查詢時,指集團有公告 並指凡昌雄早已停職根據新槍管理集團早前的公告 新槍上月決定中止與翠湖花園的管理服務合約 9月4日生效,而凡昌雄早前被捕後 其董事總經理一職已於3月停職 但留任董事會本部作致電吹回花園業主立案法團主席 李國良,植稿前未有回應此外 案情指被告休瑞田同時涉嫌於2005年至2007年12月期間 與一名顧問公司董事、一名工程公司項目經理及其他人等串謀 向沙田奔景花園法團維修專責小組一名成員提供六十萬元賄款 由涉嫌於2006年至2007年1月期間 與一名顧問公司項目經理串謀 向土瓜環華麗大廈的物業管理公司一名經理提供 九點六萬元賄款兩項賄款軍作為協助有關人等 取得工程合約的報酬 公司稟銀行記錄